進去之後,你就選擇機 我喜歡這個動畫 我喜歡新世紀福音戰時 我就坐在那部機上 你就不要亂坐 真的不要亂坐 如果你看到有珠珠在上面 就證明有人霸了這部機 那些是不知什麼人 所以你千萬不要亂坐 你一定要找一個很乾淨的 沒有手機,沒有珠珠,什麼都沒有 你才知道是沒有人在玩 你才好坐下去 如果不是,阿叔 玩到一半跑去廁所 拿屎,然後出來讓你坐在那部機上 嘩,我都不敢想像 好像老虎機一樣 那些人玩一玩一玩,要去廁所 就把杯子吸進去 就霸位 所以看清楚才好坐下 那來到入錢 我問如何入錢呢? 非常簡單,把錢進去就可以了 不過有一樣要記得的就是 一定要在左手邊 現在我反過來,左手邊 千萬不要入右手邊 旁邊的那部機 旁邊的阿叔會很興奮 旁邊的幫我入錢的話 記得是左手邊的左上角 當你入了1000英 之後 那部機旁邊會有一個Display 寫著10 10就代表1000 入2000就20 如此類推 入了之後 你就要按鍵 不要以為入了錢 波就會自己彈出來 是不會的 你要按鍵 記得按哪個鍵呢 就要按一個寫著肉 那個不懂得 肉什麼 詩 不知不懂得 叫做 Tamakashi 總之有個肉字 你看到這個 我寫給你看 你看到的話 你按下去 你的波波就會掉出來 每一次 如果你說250個波波 它就不會掉250個波波給你 它就會分批分批地掉給你 通常1日圓的話 即是你玩1日圓機的話 就會每一次給你200個 意思是1日圓你只有1000個 如果這樣說的話 所以每一次它就會分批200個 給你 接著你要做些什麼 你知不知道 機下面都有一個Handle 轉轉轉轉 好像水龍頭 這樣 波跌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看著這一邊 看著左邊 看著那邊 通常都是左邊 有時候 不知不知不同機 你一看著就要不停轉 轉什麼呢 其實我不知道 總之可以轉就轉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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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想有顆球 至少有顆球 跌到中間那塊 中間那塊 那個 checker 中間那塊 跌到之後 畫面就會變了 就會有很多動畫片給你看 又打架 又怎樣怎樣 令你很興奮 又好像快點鐘 就快點鐘 好像你玩老虎機都會 FreeGame之前 或者FreeGame中間 去到那裡 突然之間 會有些火車走出來 又不知怎樣 又說 又給你一些東西 你看 搞得你很興奮 但其實有種說法就是什麼 就是說 當你那個波波掉進去 那個洞洞裡 之後 其實補機裡面 已經決定了 已經設定了 你有沒有中獎 所以你看那些東西是廢的 只不過是令到你興奮 開心點 好像給我錢 有一點點東西看 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老虎機都是一樣的 其實說真的 都設定了 跟它彈出來給你看的東西 完全都沒有關係 是不是根本它一早已經設定了 通常這些畫面 叫做什麼呢 日本的就是演出 他們說有演出的時候 代表已經在那裡 打筋了 很虛陷了 那個鏡頭 畫面好像爆發聲 所以很吵 每部機都做一堆畫面出來 吵亂巴閉 所以如果你真的害怕吵 你真的要帶耳塞進去 不是開玩笑 好了 你是想做什麼呢 他說很多演出 很多什麼 很多東西看 其實你是需要 它會彈三個號碼給你 Triple也好 或者是六七八 都要看一部機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它 怎樣去中 不過總之 那號碼是有關聯的 OK 你就會中到大獎 大獎是什麼 就多掉一些球給你 是不是 然後呢 下面有一樣東西 叫做Ataka 有一樣東西叫做Ataka 那些球就會掉到Ataka 幫你贏球 好 到你玩完了 不鬼玩 玩完了 你想走的時候 你應該按 怎樣按 這波波出來 因為這波波還鎖在裡面 你就要按這個叫做Henkyaku 就是翻 不知什麼 按下鍵 通常有些地方 就會給你一張卡 它會幫你計算了 你人有多少波波 你一個人有多少波波 你就不用拿著整個波波去換 或者有些地方還是傳統一些 還是一個籃一個籃 很多波波的 有些人就喜歡那些 看看你去哪一間 去到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每個人都會問我 或者不是每個人 有些人都會問我 究竟可不可以換錢 這些波波 這些 這些中獎可不可以換到錢 其實告訴你 在彈珠機店裡面是不行的 當然不行 那就是犯法 賭錢 但是呢 它有很多禮物給你選擇 大家有沒有去過香港的 什麼 冒險樂園 那些 你拿非洲去換禮物 那些 可能你是玩了整天才換到 就拆折膠回來 那些 那些就很滿足很開心 那你跟彈珠機有沒有一樣 你做了幾個珠仔 就可以去到 換到一些小玩具 電子產品 iPhone iPhone iPhone6 不知有沒有 那你說 哎呀我不要禮物了 我要錢錢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要 也有方法的 沒錯了 你先換禮物 那你走出去沒多久呢 就直接出了這間彈珠機店 沒多久 旁邊呢 通常都會有一個地方 叫做這個 獎品兌換所 或者獎品交換所 那你就可以拿你的獎品 去換錢錢 當東西 這間彈珠店 旁邊就是當店 那你就可以換到錢錢 對吧 又或者你自己喜歡自己買也可以 你放上去買 放上去買 放上去買也可以 總之有一塊東西 就代表有錢 只不過不是現金 你怎樣把它變成現金 就是你自己的方法 這些 都是那一句 我現在告訴你 怎樣玩這個彈珠機 只不過是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不是叫你去玩 我不是叫你去玩 因為我自己也 嗯 我知道 但是我沒有進去 現在沒有進去 我認識 我有位朋友 日本人 他真的很迷這些彈珠機 他迷到真的輸了很多錢 其實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輸這麼多錢 嗯 有些人就問了 究竟彈珠機多少歲才可以進去呢 會不會像賭場一樣 我一定要過了20歲 才可以進去 給我ID 其實呢 日本彈珠機是要的 一定要過了20歲 有時候你太年輕 就像我一樣 他就會問我用ID看 但是呢 我記得很久以前 日本有一宗綁架案 就是媽媽帶女兒去彈珠機 那我女兒就被一個男人捉了 之後就不見了 嗯 所以那個年代 就因為法律 就不仍然那麼嚴謹 所以很多人 都仍是帶一些年輕人去玩彈珠機 那些年輕人都會自己坐在彈珠機那裡 老老實實地 即是說 我以前看他去得非常之老 所以他就沒有問我用ID 所以我就不進去 都是那句 彈珠機是可以做到這麼大間 證明他有生意 是非常之好生意 而說真的 現在日本這樣的經濟 有些什麼是可以這麼好生意 起到這麼大間 酒店都不會 現在酒店越整越細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但是只是彈珠機 為來何來 這個彈珠機還能生存到 在這個少和時代到現在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以前有很多情侶酒店 就是以前是這個Bubble時代的時候 非常之多情侶酒店 全部都大大間間 但之後因為經濟衰落 所以這些情侶酒店 要是要轉型做Business Hotel 或者就要倒閉 或者直接丟空 所以有很多歷史遺跡 留在這裡 但是彈珠機就沒有什麼 彈珠機還是維持這麼大間 這麼多人可以證明是好生意 所以如果日本人開賭場 就非常之令人擔心 好 今天就說到這裏 我打算遲些真的親身進去彈珠機 看看他能否讓我拍 如果讓我拍 我可以拍一下彈珠機給大家看 這個動作是扭的東西 不要想錯了 好 今天我就會出發去宮島 大家有沒有去宮島 Miyajima 好像有一個鳥居在島上 島上有很多鹿 什麼都吃的 到時拍給大家看 記得訂閱一下我的旅行頻道 麻煩大家 好 再說到這裡 我杯咖啡都冷了 再見 還沒唱歌 先走了 下午再玩 拜拜